封城Hongsen Consolidated Bullhard 是一家新崛起的马股公司 该公司去年在新大股东入股后 宣布进军这个炙手可热的手套 及医疗保健领域 那顿时呢受到市场的关注 那到底这家目前市值达18亿令吉 来势汹汹的多元化 集团呢如何布局未来 他们又如何看待市场的竞争 以及自己的市场定位 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该集团的大股东兼董事经理 南都张海信 为我们道来该公司的大计及策略 到今天谢谢你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希望今天 借助这样子的一个访问 可以让马来西亚的投资者 甚至国外的投资者 投资者了解一下这个红权是一个怎样的集团 因为你自己有一些私人的业务 然后上次的这个 又是另外一个业务 所以很多人会有点混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访问可以比进很多东西 然后了解一下这间公司 它的未来前景是什么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 从现在过去半年以来 如果有住一家公司的人呢 会了解到 其实你们真的是很活跃 你们一直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公告啊 在菩萨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之前你是做这个 很多年了 然后为什么突然间会想要 买入一家上市公司 当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是怎样的一个开始 其实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你们的访问 所以非常谢谢 其实这个上市的东西呢 开始是从去年那个MCO开始 那时候就非常的得空 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做 所以刚刚好我的顾问公司 给我介绍了这家上市公司 所以经过我的考虑一下 我们就觉得这个机会很不错啦 所以有一个 而且这家公司有很好的 干净的记录啦 还好当时呢 我手头上还有些项目啊 所以就是 很巧合的就是 想把它放进这家上市公司 而且上市呢 一路来都是我的梦想啦 我的梦想 所以既然有了这个机会 而且我手头上有这个 这几个项目呢 所以就把这个 我就决定 进入这家挂牌公司 就是我们现在的 空线 重新链 可爱 你所谓的那个 你那些 手上的项目是哪一些项目呢 所以我们手头上的项目 就是刚才去年非常火的一个 非常 很火的这个 就是手套啦 手套 所以刚好我手头上有这个 这个项目呢 这个项目呢 就是 有我的团队 我有我的很多的 市场 而且有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 把这个业务呢 带进这家 国安牌公司 就是那个 Nitra啦 Nitra是 定情乳酵 就是 所以 从那边我们就开始了 所以刚好我们就有我们的 我有自己的一个厂房 而且 有一个 部分 就是一个 手套的 团队 所以这样凑起来呢 我们就成立了这家 手套了 所以你还没有 如果这家公司之前 你就已经想要进进 这个手套了 对对对 哦 OK 所以 因为在 而且这家上市公司呢 里面的 团队都非常的 精英啦 有很多精英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 我就加入了 这个 这个团队呢 而且这个团队都 非常的积极啦 就 在 继续的寻找机会 适当的行业 然后才发展这个 这个 红线 这个集团 这样达到你 你 你做这个重型卡车 做了很多年 大概多少年 多少年 我们从事重型卡车 是 1965年 1965年 是我从我父亲 开始了 都已经差不多要 50多年了 50多年了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有很多投资者在想说 哎 你很有名 每个人是想到 那红线就想到你的重型卡车 有没有想过 他们就在想说 哎 其实红线 会不会有一天 也把这个重型卡车的 财务 注入进去 那个 Listed Entity 其实 你讲的 讲的很好 这个其实是 把红线 这个集团呢 再带上 跟一层楼呢 是我的梦想 所以这个 这个 上市的这个筹备呢 其实我已经准备了 一段时间了 所以 接下来呢 我会再 重组 我的一些公司 然后把它再 再上市 重新再上市 另外一家 就是另外一家 专注重在 重型卡车 那个会是另外一个 上市公司 对 这个以后就是 会有一家 另外一间的 上市公司 明白 而我目前的 这家上市公司的 的业务呢 是有点区别 是有点区别 明白 所以 到你去年 你进军这个 手套业务嘛 对不对 是一个 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全新的业务 所以你在这一方面 有什么专业的 专业的一些 提案 还是你 你到底自己有一个 怎样的 计划还是雄心 在这一块 要怎样做大堂 哦 你说 在这家上市公司 当然我们有 我们的 计划而策略 就是我们一直在 除了 除了这个 我们目前在 进行中的 这个手套业务呢 我们其实 还有其他的 就是 手套可以说是 下游 下游 我们会探讨 更上一层多的 就是上游业务 就是乳胶的原料 乳胶啦 这是手套 需要用的 一些原材料 所以这些 其实这个也是不简单的 这个我们需要 要非常小心的 去策划和投入 因为毕竟这个 投资也不是很小 这个是很大的投资 所以我们会 很小心的去做啦 除了这个 然后我们还会 继续的在 在其他的 业务呢 我们会继续在发展 所以你不会 那时候 你想要进取 这个手套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新的业务 我就不要去碰它 反而你会去想说 我有专业团队去 协助我 然后我自己也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 机会在那边 对对对 当时就是因为 这个手套的 这个生意也太火了 所以 又刚好配合 我有一个团队 就是 我们手套的 专业 专业人才 所以他们 他们可以提供我们 就是 从 设计工厂 到 手套生产 到 整个销售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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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作呢 全部都是 我们就是 委托它成为我们的 合作伙伴 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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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设计工厂 生产手套 到 销售 到销售 他们都会帮你 全部整套 整套的这个 手套业务就是 由我们的 转据工厂 就是我们的 领摆 它来帮我们处理 你的计划是到 今年年尾 会完成多少条线 其实我们第一局的 手套线 手套线 是 八条线 所以 前面四条 应该在七月份 就可以完成 然后接下来 另外四条线 应该在 八月 九月 八月九月 所以 应该 另外 另外四条是 八月九月 接下来 我们的计划 我们 在几个月前 我们有跟 那个 Keta Lava City Keta Lava City 有跟它 签了一个 一个 一个买卖 就是我们跟它 签了一个 105个 一个 的地 所以 这个 这个机会也是 非常的 我们也是有 我们也是非常的 幸运 有 有这个 机会 拿到这个 这个 这个地 因为这个地 是我们 联邦政府 的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大的 项目 也是一个 北马走廊的 一个计划 北马走廊 所以 现在你看 越来越多公司 本地公司 也在 甚至 泰国那边 也是很积极的 在做这个手套 所以你是怎样 看待这样子的一个 竞争 你问得很好 其实 我们 也不是 怎样 讲 我们也不是 没有做功课 我们其实也是 做了很多功课 我们也是在 也是在 研究 整个 整个市场的 运作 所以 根据 我们得到的 资料 其实 这个手套 目前的 需求量还是很高 在 这个疫情之间 疫情之前 头套的 需求量 每年都在增长 每年都在增长 当然 加上这个疫情 这个增长 增长 这个 增长 会更快 OK 就 比如说 如果 这个疫情 OK 我们说 好了 好了 所以 我们还是觉得 这个手套的 需求量 还是会 保持 除了一些 传统的 传统的 用户 用手套的 就是 医院 和一些 医院 和一些 服务公司 Service Company 所以现在呢 据我所知 很多 很多部行业 好像包括 航空公司 现在我知道的 一个航空公司 也是一直在寻找 这些手套 而且 好像现在在 这个 我们在接种 这个疫苗 你看每次 你都会看到 电视机 在接种的时候 也是会穿着手套 所以我们是觉得 这个手套的 这个 这个 需求量 还会继续的 再上 当然 有很多新的 公司上来 所以 应该会 说 一两年 一两年 所以 这个需求量 可能会再 一两年 一两年够 才会保 保和 很多人在讲说 这个 原材料方面 可能是一个问题 你在这边 你是怎样去 解决这个问题 你问得很好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 你等等 一个很好的 机会 我们在寻找 这个原材料的时候 就是 NPR NPR 所以 我们就认识了 一个 一个 团队 就是 他们会 也是 会帮我们设计 这个 NITRA厂 采购原材料 包括做消购 所以 这个团队呢 目前我们也 也是在跟他们在 谈作 双方面 应该是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 接下来 会 从事 在 投资 这个 NPR NPR 这个手套的 乳胶 所以你并没有担心 这个 所以 为什么我们 要 要 投资 这个 NPR 就是 以后 手套业会 非常的竞争 竞争 所以成本呢 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 这个 生死战 对 如果你 控制不到你的成本呢 你就会在市场上被淘汰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 所以 所以说我们非常的幸运是因为 我们在 KRC那边 就是 NCR的项目呢 我们 刚才所说的 我们买了一块地 105个 项目 所以 那边呢 我们就会再投资 设立 这个 乳胶厂 就是 NBR NITRIAL PLANT 因为 NITRIAL PLANT 大概会用到 我们 30个项目 所以 你看我们有了 乳胶厂 又有我们自己的 手套生产线 所以整个 整个 计划呢 都是在一个工业园里面 全部 对 你看我们这样的计划呢 弧性中呢 我们就可以省掉 当然我们的原材料 NBR 成本肯定是 比其他厂家 便宜的很多 第二 我们可以省掉一个 很大的费用 就是 运输费 运输费 而且 现在我们又可以省掉很多 就是 时间 很方便 很方便 所以你在你的价格方面 就可以更加竞争性了 肯定的 因为 手套的 手套的成本呢 有60% 60% 60% 是在原材的 是 NITRIAL 一块钱的成本呢 NITRIAL就占了 60% 60%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大 所以 如果我们的 乳教厂 如果 一旦成立呢 我们的 肯定的 我们的 成本肯定是 比 比人家 很有很大的优势啦 你们的手套主要会出口到哪里一些市场和国家 目前 最大的市场是在美国 欧洲 和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这些先进国家 他们要求的 手套就比较 品质会比较高 当然 一些需求比较 没有那么高 就是 非洲国家 南美洲国家 而且 亚洲啊 这边 其实手套这个 这个生意呢 不是 这个市场 不是马来西亚 这个是整个 整个地球 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 已经有拿到一些订单的吗 我们目前有 差不多有 80多个 很多 80多个 80多个的 客户都现在我们在 在谈着 在谈着 所以我们 刚开始 因为我们的生产 生产有限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也不敢借太多的 太多的订单 当我们的生产线全部 就完成了 肯定了我们的 我们就可以完成 客户的需求 所以这一方面 我们是 不用担心的 所以 在过去半年的 那个 看你们的 布萨 可以看到出 你们很认真在 建立整个公司 然后还有进去 不一样的 那其中一个 就是进入 这个跟医疗相关的 那个服务 所以 你可以谈一下 这一块 为什么你们 会想要进入这一块 然后未来 它跟这个手套 它会有一个 怎样的对比 OK 过来我们其他 另外一个业务 其实我们也是 非常的幸运 刚开始进入这个 这个集团的时候呢 就开始我们有一个 叫 E-Med Asia E-Med Asia E-Med Asia 是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 所以当时 MCO嘛 人家都不方便出门 所以我们 有很多病患者 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平台 这个 你要医病啊 要买药啊 什么 通过这个平台 来出门 所以 目前我们有 有 有差不多两千 两千个 会员 所以 这个会员呢 都是 Clinic 就是 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 这个 这个平台呢 是给这些 Clinic 医生啊 买药啊 而且给客人啊 客户啊 患者啊 患者啊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 病患 这个平台呢 就说 我要看病啊 就比如说 在槟城 我要看病 在北海 最附近的那一家 Clinic 我就可以上网去那边 医院一下 OK 就可以 明白 你们是网上看病 网上回去了 那你们也有进军这个 呃 那个 那个PCR test的那些 那些业务 OK 除了这个呢 我们 XS Bio 旗下呢 还有一个 啊 Pantas Niagara Pantas Niagara 就是 一家 受 MOH承认的就是 一些好像 PC antigen啊 PCR kit 啊 这些 啊 就是 供应给 MOH 啊 就是他们去 test 那个 COVID的啦 就是 他们是这个 MOH 认证的 受承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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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了这个 Pantas Niagara 我们还有 这个 Neon Genic 它是做 Lab Lab Service 对不对 它是做 试验室啦 像巧哈跟你这个 Pantas Niagara 又有一种鞋合的 他们就是 整个我们的这个东西 就放在这个 HS Bio 里 明白 HHS Bio 旗下里面 有Pantas Niagara 有Neon Genic 嗯 所以这两家公司 等到你的这个 手套那边 开始有贡献的话 那边就会 pick up 那个它的贡献 当然 当然 目前呢是 呃 HS Bio 这一块呢 嗯 会做出 做出贡献 接下来 就由我们的手套的业务来 代替 不是代替 就是 这个手套的业务 会给 集团贡献的这个利润 当然是 非常大 对 对 所以我们 我们目前呢 是非常积极地在看待这个手套的业务 所以 那个HS Bio 的业务 并不是因为疫情 你才 你才去进去这个行业 所以 也会在过后去扩展它的那个业务 你会 三个业务 可以 可以 我说 可以很有信心的 就是 这家红线 是非常 很有钱人的公司 不是因为 这家公司很有钱 就是因为 它有一个很强的 团队 团队 在 在吹动 所以你看的并不是 疫情 你看的并不是三年五年 你是看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比赛箱子去做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的是公司的成长 明白 对 除了这个月我们还在继续探讨新的 还有在看新的业务 有当然 明白 所以你还很 很积极 很积极很纵约的一直在做新的东西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 在整个团队 我是算是比较有年纪的 其他的都是很年轻的 或者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二十二岁 六十二 还没有退休年龄 还没有啦 不是退休年龄 打算做到七十岁这样 希望吧 希望 好 看你还没有活力这样 还好 脸很红润 还好 你是在槟城起家的吗 对不对 然后你以前 你还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业务 做卡车之前 还是就是一直以来不是做卡车 哦 对 一路来我们都是在槟城发展 所以从 一九七二年到 七八年 我一九七八年加入公司了 对到今天已经是有 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一路来我都是在 在从事我们相关的业务啦 嗯 当然开始我们是做维修耶 只是做维修 卡车的维修 卡车的维修啦 做一些 对建的买卖啊 然后慢慢发展发展到 今天呢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工程呢 已经是 呃 中国的 好多家的代理 总代理 那你在做生意方面 你 你的那个 你的信念是什么 你去相信是什么 要努力 要勤劳 要 有诚信 还是什么 自己特别的一些想法 当然我们做生意呢 最 基本的要求呢 就是 我们 要 讲到做到 嗯 我们要 我们的信用 是非常重要 信用 全期我们做生意 信用非常重要 本钱有没有本钱 还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信用 然后 我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 人家会很 很乐意的帮忙 就好像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也是 我父亲才用 用两千块 两千块成立这家公司 所以才慢慢慢慢 就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加上我们的诚意 嗯 和 和信用 啊 明白 才有我们今天的封城 所以大多我最后一个问题是 像你对现代的年轻人 有什么 一些特别的 忠告这样子吧 对他们 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呃 怎样讲 现在的年轻人 第一可能是太 太幸运了 太幸运了 因为有这个很方便的 集训呢 什么 太多啦 你要知道东西都很容易 这个也是一个 好处 也是一个坏处 明白 坏处呢 是 有一样很好的机会 很快的就人家知道 啊 人家 所以 所以 我好像我的那个年代呢 嗯 有好的机会 都是我自己知道 嗯 所以 我 我赚钱的机会比较大 比较多 现在这个赚钱的机会比较少 啊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大家都想要去赚这个钱 赚这个钱 赚这个钱 所以呢 现在年轻人只可以更努力的去 去 去 创新 去找一些人家想不到的东西 嗯 所以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 如果 刚刚要成立起家的呢 除了要靠努力 而 自己的智慧 嗯 第三呢 还要 要靠外面的人的 支持 帮助 你才有机会跳到另外一层 最重要是要努力啦 对不对 也是要 最重要是要 不要紧是要 找到 找到好的老板 好的老板 会看上你 嗯 才会提拔 提拔你啊 然后你才有机会发展 要遇到一个对的老板 对 有一个活乐才会 扶持你 然后让你走得更远 这样子 对对对 明白明白 好啦到今天 谢谢你的时间 不会不会 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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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